好,這邊是不是講到由單體重複排列而成的巨大分子,對不對? 沒有,然後它有兩種特性,DA小點特性 它的分子量很大 通常是數千到數十萬 數千到數十萬 多不多 多 B小點,它的構造非常複雜 構造非常複雜 構造非常複雜 好,聚合物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天然聚合物 一種叫做天然聚合物,一種叫做合成聚合物 它哪一個是人做的? 好強喔,你怎麼都知道 OK 概率 概率的給你簡數一下 再來我們要詳 詳細的講解天然聚合物跟合成聚合物 包含了哪些東西 好嘞 什麼嘞? 好嘞沒啦 那我說話嘞 回去聽喔,好啊 好,來,我們來講第二大點 天然聚合物 哇 哇 六十三五好畫 來,天然聚合物 欸,你們月考啊 考完 就是寫完剩下的時間多檢查 昨天有一位同學來找我 他找八十幾分 然後他說老師,我看我考卷的 我只寫錯一題而已 為什麼我八十幾分 就過來看,欸,這個只錯一題 可是其他題都會扣到八十幾分 是為什麼 畫卡 畫得太淺 然後還有畫錯卡 耶 然後還有那個 隔壁班的,其他班的還有那種 畫錯答案的,然後再把它擦掉 再畫另外一個答案 然後沒擦乾淨 喔 喔 變到 所以,你那畫卡要小心啊 以前我班的同學 彰化師範大學的一個同學 女生 他跟我說 他考進來 我問他考幾分進來 因為我推真了 所以我幫他們考幾分進來 我問他考幾分進來 他說 不要一直講 我說 考進來還不錯啊 我們學校還不錯啊 彰化師範大還不錯啊 他說真的不要再講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數學啊 從第二題開始就 空一格 就是第三題 第二題畫成第三題 現在就畫成第四題這樣 從第二題開始就畫錯卡 全部都錯 就空一格全畫錯 那還算你們有嗎 就算我們學校 喔 所以 他如果畫對可能是台大 那是好還是錯 還是差 他很挫折啊 所以你們那些成績 他都畫對嗎 如果 都對阿 他說他的數學應該是八至九十 然後就是空一格畫 等於是用 他都用猜 就是他那幾分 就陳彥宇的分數跟張吉正一樣 就陳彥宇的分數跟張吉正一樣 那種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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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就他們兩個上同學所高中 哇 陳彥宇的分數 陳彥宇的分數 還不錯 他要去 學摩托車 你看看 他去學 我們也可以去尬車 對啊 對啊 他們都在修魔車 對不對 所以你們那個成績好的同學 尤其是成績好的同學 那個畫卡要小心 我看了就是喜歡考驗在睡覺 狂睡 光暗費什麼東西一直睡 欸沒有那種睡到忘記起來畫卡 哈哈哈哈 一打拱我都沒什麼 啊算了 沒有啊 不清晒啊 然後想要 很誇張 我到底在搞什麼類型的東西 然後還有那種 考完的換套Gash 我敲他桌子 在幹嘛 一打開 他在玩手機欸 他外套站起來在聽音樂 有一般的喔 然後說哪一般的 然後 第二個人 敲他桌子 他在幹嘛 他馬上這樣子 幹嘛 然後手閉起來 又是手機 再傳點句 第三個 你們坐著是不是會翻過來 他在看小說 你知道我怎麼知道的嗎 你幹嘛丟美工道啊 他在前面這樣睡覺 他趴著睡覺 然後只有一隻手趴 那很奇怪 一般來說跟雙手趴嘛 對不對 他單手趴另外一手 然後小說在這邊看 然後他坐在那顆高崎 veil在那那個位置 不是高崎 veil 那個很深遠 una位置 我就從這邊這樣繞到了 然後繞過過去 繞到他旁邊 所以發現我在他旁邊 然後我就嚇到 他嚇到我的時候 想要趕快把那個小說的海藏在籌底間 驚訃 XDDDDDDD 來那一天同一節套 從那一天同一節套 後來放到同一個班 我抓到兩隻手機加一本小說 超帥的 超帥的 你真的搞不搞欸 我以前寫完考卷 為什麼不好好的檢查啊 我以前寫完考卷 我真的懶得檢查的時候我在幹嘛 我在畫這個 我把桌子再畫漂亮一點 沒有塗滿的我就把它塗滿 塗超過的我把它擦掉 畫別人的 再搞噢 還有他們畫別人 好啦來 各位的同學要加油 不要這樣令開很小 成績好呢 出去 差很多欸 電本跟纖維素 它們兩種是植物性的,天然有分兩種,一種是植物性,一種是動物性 一種是植物性的天然聚合物 有澱粉跟纖維素,澱粉跟纖維素它們如果是聚合物的話,請問你它們是用什麼單體去組合起來的? 用什麼?什麼糖? 菠蘿糖,菠蘿糖的分子是寫給我 纖維素也是一樣用菠蘿糖,C6,F12,O6 所以這種植物性的聚合物,它就是用拿三種元素去組合起來的 碳,氫,雅 聽到你的頭 所以陳彥宇,這次分數不能加給你 這是給你一個小小的警告,小小的教訓 這個教訓不小 這個教訓很小啊,這是月考而已 如果今天是模擬考 如果今天是 噢,又被電到了 如果今天是基本學力測驗 現在 根本你講這些事情,根本連他聊都不聊你 就直接幾分就幾分啦 你看我那個同學 第二格開始就畫錯了咧 跟你很像 哪有 啊哪有啊 他還考得上我們學校啊 我從醫院啊 其他課啊 其他課超強啊 他超強,台中女裝超強 台中一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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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另外一種 有植物性就有什麼 很難喔 我植物性的 欸,你怎麼知道 超難的 有植物性就有動物性 動物性聚合物 動物性聚合物包含兩種 一種叫做蛋白質 另外一個叫做核酸 快要月考了喔,加油 你有沒有跟你開玩笑喔 在剛考,就是快真的快要月考了啊 你以為你們還要很久喔 你以為這次東西很簡單喔 你以為時間還要很多喔 馬上就要輪到你們跑基本上去撤一點傻傻的 蛋白質的組合 組成的單體叫做胺基酸 組成蛋白質的單體就是胺基酸 組成核酸 這個比較特別 因為這個課本沒有講 可是曾經有題目考出來 所以我教你 核酸的組成單體叫做核甘酸 好,那動物性的聚合物 就包含著碳、氧、氧、氮、氮、硫、硫 這些原子 核酸的意思是 胺基酸組成蛋白質的蛋白質 胺基酸組成蛋白質 單體是什麼 上次我不是畫那個答案 我們同在一起 不是一個人一個人牽手嗎 那單一個人叫做胺基酸 當他牽起來叫做蛋白質 就單一個葡萄糖 葡萄糖牽起來可以牽成澱粉 也可以牽成纖維素 好,那前因後苟 要把它弄輕齒 以前我們老師講話 有一個老師想要講話 同學 這個前因後苟要弄輕齒 知道嗎 然後我就 呵呵 呵呵呵 很有趣啊 我現在有一個老師 長得很像火雲血神 真的啊 這樣有物理的 然後 他每次講話就 欸,有沒有魂筆啊 魂筆 然後就在那邊找白色的 他只是寫白色的 很奇怪 他整理說都不用 然後他頭髮是這樣的 就這樣輸 就沒幾根了這樣輸 沒幾根 然後有一次他就看到他在那外面那個花圖那邊跑步 跑在花圖上面喔 對 然後我就很奇怪啊 然後他說老師那在幹嘛 我要去找魂筆魂筆 因為翻車已經沒有了 他在那邊跑 跑在花圖上面 不知道 不知道他在幹嘛 他就很high 超high的 超high的 獅智 超強的耶 好來第三個 合成聚合物 天然聚合物我講完了 我現在要講的是合成聚合物 合成聚合物 有三大類喔 第一大類叫做 合成纖維 合成纖維他的特性是什麼 我問你喔 有沒有人戴排汗衫的 聚合物你有沒有戴 沒有 沒有 排汗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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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我有啊 有啊 你有啊 排汗衫上嗎 排汗衫上啊 喔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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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那排汗衫是用石化原料去做出來的 然後 如果是用石化原料做的話 你覺得他抵抗酸鹼的腐蝕能力強還是弱嗎 強 喔他用石化做出來的喔 所以他抵抗 酸鹼的侵蝕能力很強 他抵抗酸鹼侵蝕的能力很強 石化是持有的 對對對 就是用石化去做出來的 第二個 他具有高度的韌性 喔很強的韌性 韌怎麼寫啊 一個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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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嘛 強韌有彈性 好 交換就要做 然後我還拼得懂 這太厲害了 強韌有彈性 強韌有彈性可以拿來做什麼 可以拿來做釣魚仙 還可以拿來做降落傘 然後拿來做衣服 拿生物精 蛤 拿動物精均合物 動物精不行啊 你拿羊毛來一扯就怎麼樣 斷了 掛了 不好耶 對啊你拿你媽媽的絲巾拿來發抖 你馬上就會被揍了 好 你說馬上你拿一條絲巾最貴 他說那一條就把他拿起來 痾 站起來 哈哈 哈哈 小吳 呃 撒 對 哈哈 那時候我幫你要再發 說張話的站起來 哈哈 你看下一個在我這邊 把他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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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靠 一百遍 哈哈哈 不會贖耶 好來 吸水性差 葛瑞老師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一個很差的特性啊 吸水性差可以拿來做什麼 對 排汗衫 好 可以拿來做排汗衫